今天下午的第一場比賽 由台中市出戰台南市 雙方都全力以赴 堅持不下 台中市隊在前兩場 敵和高雄市 擊敗了日本調步 表現不錯 大有重整當年金龍聲威的氣勢 而領導隊球隊的經理 曾哲林正是當年領導 金龍少棒隊的功臣 對 最近裡面好像金龍 中市來隊 都沒有答案 您個人覺得怎麼樣重整 金龍的聲威 不久呢 金龍隊燒棒打完了以後 大部分都跑到 美湖區 因為沒有新的打棒 或是金棒的實力 那麼從去年起 我們台中市移領中學 三班人蔣維谷將軍 有他的好意 那麼在伊林中心 指出了青少棒隊和青棒隊 因為我想今後 有三少棒 青少棒 已經到青棒 有一個很好的系統 今後台中 中部地區 我相信會好好地培養台隊 今天的第一場比賽 台南市和台中市的 基本動作都很好 他們以一比一握手言和 而曾經代表 台南巨人和虎城少棒隊的 小胖子國手陳振群 在剛剛進入青少棒比賽的時候 是一位有潛力的可造的投手 陳振群 您在打少棒的時候 和在打青少棒的時候 你投球的時候 或者跑了的時候 有什麼不同的感覺呢 嗯 有音樂人啊 七少棒的距離比較長啊 還有投手板比較長啊 所以投手就比較慢 每一天都吸引了很多的觀眾 他們有的帶著便當看球 鄭先生你好像在球場吃飯啊 一直看球啊 好像對棒球很有興趣 你覺得我們舉辦這種 青少棒的這種比賽啊 剛剛從少棒升上來了 是不是特別的興趣 那我每天都來看這個比賽啊 那我每天都來看這個比賽啊 那我今年這個 青少棒啊 就故意參加了啦 所以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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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方啊 不能參加了啦 那我希望 今年啊 那個下方 青少棒啊 這個 拿這個 冠軍回來 今天的第二場比賽 也是大會的最後一場比賽 日本調部隊先攻 他們首先排出75公斤的 胖頭手 比劉堅主頭 結果 讓高雄市隊 連續安打 兼得四分 奠定了勝利的基礎 日本隊趕緊換頭手 但是最後還是以6A比0敗陣 於是高雄市隊 以兩勝一合 榮獲冠軍 他們的金女交場穩 就是去年 榮獲世界效仿冠軍的 綠德隊的功臣 是高雄市隊 亭獲世界效仿冠軍 你覺得 應該怎麼樣來 訓練他們 我們這個 少棒階段 進入青少棒階段 嗯 因爲我們今天 聽話講啊 那個 少棒的那些 軍人現在打 那個青少棒 有一些那個臉強 所以 在 基本的 這個時間 最好是那個 激狂那個 激 哦 的話 也就會 先回去 藮獄 用 讚 幫助